王莽的头颅尽被历代皇室当宝贝 收藏了272年之久 他有何特别 大家好 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每一个订阅都是对我一万分的支持 万分感激 提起新朝 你可能不是了解 但新朝皇帝王莽的大名 你一定听说过 毕竟曾经有人曾说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穿越这一回事 那么王莽一定就是穿越皇帝 王莽生前发明了很多实用的工具 有一些甚至与现代工具如出一辙 让人嘖嘖撑起 而王莽死后 他的头颅却被历代皇帝当成宝贝 收藏了272年之久 谋逆之路 西汉从汉城帝开始 政治权力逐步转移到了 以太后王正军为中心的王室外戚手中 而王莽就是王正军的亲者 依靠家族的力量 王莽的仕途走得十分顺利 那个时候的王室专权 王家众人不是侯爵就是将军 整日里只知道贪图享乐 声色全马 可王莽却是其中的一股清流 他对待母亲百依百顺 将兄长的依子施若挤出 甚至当亲生的孩子犯了法 他也绝不姑息 王莽凭集住他刚正不恶 截身自好的行为 成为了世人眼中的道德模范 一时之见 声明远波 可谁能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世人眼中 光明磊落的贤臣 却怀有谋朝篡位的心思呢 公元前八年 王莽坐上了大司马一职 在历史上 38岁就当上大司马的 只有王莽一人 王莽上位之后 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了 他利用手上的权力 在朝中排出异己 打压政敌 没过多久 王莽就将政治大权 归拢到了自己手里 大权在我的王莽心中 早有成帝的想法 为了能够更加顺利成正 王莽一直在寻找机会 初始元年12月 王莽终于等到了时机 他逼迫王仲军交出传国遇袭 接受了儒子英禅位 随后自立为帝 改国后为新 如愿以偿登上皇位的王莽 开始推行政策 进行改革 他在位期间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如废除奴隶制度 姜盐 筑钱 铁等行业归为国有 这些改制都带有浓厚的现代色彩 这也是他被认为是穿越者的原因 可改革虽好 也要符合当下的社会环境 王莽突如其来的改革 损害了很多士族大家的利益 激化了社会矛盾 百姓们身受其害 于是经历了长时间 社会动荡的人民们揭竿而起 民间掀起了繁忙浪潮 公元23年 王莽被起义军锁上 他的头颅被悬挂在闹市之上 路过的百姓一看是王莽的头颅 纷纷投食几只 后来 这颗头颅就被历朝历代的皇帝收藏起来了 直到公元295年 才在一场大火中被焚毁 头颅的特殊性 要说这皇帝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什么奇珍异宝没有见过 何必将一颗头颅珍藏几百年 其实 这些皇帝们当然不是真的把王莽的头颅当作收藏品 只是因为留下王莽的头颅能大有作用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古人将身体的完整性看得十分重要 在电视剧里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罪犯临死之前还想留个全尸 保留最后一丝尊严 就是这个原因 王莽作为新朝的皇帝 身份地位极高 将他的头颅砍下来 就是取得胜利的象征 是可以炫耀的战利品 刘秀作为一军首领 将王莽的头颅收藏起来 也是在昭告天下 自己是最终的胜利者 是明心所归的正统皇帝 不仅如此 这个头颅还能发挥警示后人的作用 众所周知 王莽能够成功篡位 与西汉末期统治者的昏庸无能 离不开关系 是他们荒废政事 宠兴外戚才让王莽有可乘之机 才断送了百年纪业 留下王莽的头颅 代代相传 能够给后代的上位者敲响警钟 告诫他们一定要历经图治 削弱外戚权力 要懂得制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 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穿越皇帝 前文中就曾提到 王莽推行过很多新奇的政策 这些理念完全超脱于当时的古代人 而最让人怀疑他是穿越者的 还是他发明的游标卡齿 对历史比较了解的人就知道 游标卡齿是一种现代的测量仪器 据说是法国人约尼尔比尔发明的 但在社会技术低下的西汉时代 王莽却能轻易地创造出这样的仪器 这可比西方足足早了一千多年 而且将王莽发明的游标卡齿和现代的对比 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这不禁让人心生疑惑 再加上王莽推行的那些具有现代理念的政策 就很难不让人怀疑王莽是个穿越者了 虽然新潮只成立了短短十数年 可王莽留给后世的遐想却长达上千年 而且从后世发展情况来看 王莽的头颅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 也不能安邦兴国 一个国家的发展 还得靠百姓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